每周六听工商时报市场观测站 掌握国际财经趋势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工商时报陈碧芬 大家这个礼拜都看到了日本 央行做了非常震惊市场的事情 可是有趣的事情呢 我们看到其实市场没有太大的反应 我们欢迎我们的林教授 今天的来宾就要跟大家聊一聊 日本跟台湾之间的产业经济关系 我们欢迎林建甫林教授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我是林建甫 很高兴能够参加弊分的节目 谢谢谢谢林老师 老师呢现在是中信金控首席经济学家 而且同时是中信金融管理学院的讲座教授 那大家知道老师在台大经济系 一直都是我们很重要的老师 所以我们听众有很多是老师的学生 所以大家要认真听哦 好所以今天很谢谢老师来跟大家解释 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央行做出来这个 很重要的这个负利率的翻转 然后变成一个正利率 这个对世界来说应该已经十几年在等待 甚至我们可以说 他目的要是翻转日本的 30年的这个经济落实 这个部分老师你怎么看 对其实日本它的货币政策之前用负利率政策 那这是为了要能够提升日本的经济 那到目前为止其实日本也摆脱了通缩 然后整个日本的股市日本的产业界也都蛮不错的 所以这个时候日本的货币政策也该正常化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日本的利率变成是正利率了 不再是以前的互利率 那市场的变动好像不大 原因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已经等待很久了 那应该都已经该反应的都反应过了 对啊老师您知道吗 我们节目其实谈过有请外营来谈日股 然后呢我们那次谈的就是说 哎这个34年的新高是不是很兴奋 就很不幸的我们讲完之后日股就下来了 所以我们就觉得日本其实是大部分的听众 就是我们台湾人看起来好像对日本很熟 其实我们对日本经济是不熟的 所以老师您知道就是像中信金 你们在日本有东京之星银行吗 其实说真的很多人我相信是不知道的 是的 其实日本的东京之星是我们的一个购买的子行 所以现在算是我们的金控的一个部分 那这一次包括台积电到熊本去设厂 我们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帮助台湾的工程师 台湾的管理人员到日本去 那很重要的就是能够由我们的东京之星 在熊本那边特别给他们做很好的服务 所以这样子的话金融就可以联起来 也可以帮助他们在台积电在熊本能够生根 这个很有趣 老师就是说我们看到我们其实真的知道 台湾经济跟日本的经济在产业上面 因为这个熊本厂这个概念 大家突然发现说原来我们在半导体上面 有这么多的合作的空间嘛对不对 那可是大部分不懂的是 那日本不是技术也很好吗 为什么要等到我们的台积电去 他才开始知道呢 台日的经济合作其实从以前就非常的紧密 因为台湾毕竟是被日本管过50年嘛 那光复以后其实日本的很多技术 还是远远的到台湾来 那但是日本其实在80年代非常强的 包括汽车甚至是半导体 到了90年代以后 日本的半导体被这个美国跟韩国的联手 那以这个国安的理由要求日本开放市场 然后整个日本的半导体几乎都被打趴 但是就是在生产的部分 其实日本在设备跟材料方面 其实还是很强的 所以台积电本来就有很多的设备材料 那像光阻剂或者清洗的这个化学制剂 都是来自于日本 所以台日的合作 尤其是台积电之前 我们看到他到美国去设厂都不是很顺利 那甚至会觉得说台积电到美国去 这个文化上面其实有很多的落差 那台积电到日本去反而是雄本厂 都一厂都盖好了 再来有二厂 甚至未来规划三厂 所以可以看到的就是日本跟台湾的文化 其实连结度还蛮高的 那可以预期的就是弹气电在日本 可以发光发热 也可以带动日本未来半导体的更上一层楼 大部分的人其实在谈这个日股 像我们在做那个日股分析的时候 我们就说日本的科技股 其实是一个可以期待嘛 对不对 可是很多人其实不太知道说 日本科技又日本又没有Google 又没有美股七熊 又没有日股七熊 可是事实上日本真的技术上面材料上面 那我们也看到日本很多的科学家 是拿过诺贝尔化学奖物理奖 各式各样的奖项 就是他们的科学很扎实嘛 那我们也知道当时除了老师提到这个我们跟日本之间有我们的这个殖民的关系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日本的产机产业会来台湾设他的海外公司 这件事情我们好像在笔记本笔记型电脑那时候有发生过嘛 对不对 应该更早啦 其实我们如果把历史弹开来讲的话 你会觉得说日本的重工业从明治维新之后 其实就奠定了不错的技术 那当时我们说1895年马关条约或者之前的这个甲午战争 你可以看到就是日本的船竟然可以打败当时清廷清朝的这个船舰炮力 就是当时这个清廷也是要造大船的 那竟然被打败了 当然也有人讲说是因为磁锡把那个钱也挪一部分去盖颐和园了 但是其实整个当时清朝的海军其实还是不错的 那被日本打败之后 那当时中国也是受到很大的刺激 所以这个当时的康有为他们的这个维新运动也是想要模仿日本 所以日本在等于是明治维新之后 然后到了这个二次世界大战 他的重工业 他的山林重工 他的飞机也都是很强 然后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本来日本战败 那但是因为韩战又把日本的工业给带起来 所以日本他的工业是一项有基础的 那在科学方面也的确日本人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让他们在各个科学的领域其实都有不错的表现 对啊这件事情真的要 我都觉得啊 就是我常常说真的要大家要记得 其实真就是意思就是说 有很多历史的东西我们都忘记 可是在日本的那个扎实的这个产业根基啊 我们事实上得到很多技术上面的帮忙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日本熊门厂他其实带动了 带动日本这个被忘记的这个半导体产业 他们就叫自己叫做半导体产业的复兴或是复币 那我们也看到有几家公司 因为这样子他自己也因为他本来就有基础 可是大家都不太愿意理他 而在这一次整个翻身过来 比如我们看到有一家叫做东京威力科创 所以他的市值呢也是他竟然赢了SONY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告诉我们说 如果这个基础很好的话 他能够在一个有一个契机的情况之下做一些翻转 其实台积电熊门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火 对的其实我们讲SONY 当时你记得我们在1980年代90年代 SONY的收音机啊 SONY的录音机啊 甚至到现在SONY的电视 一向也都是台湾人的最爱 因为他就觉得品质是最好的 所以这个日本的这些科学产品 那在台湾人的眼中其实是不错的 那另外就是我也特别讲一下台大跟日本的关系 因为台大原来是日本的这个台湾的帝国大学 就台北帝国大学的一部分 对那当时为什么有耶铃大道 这个其实是跟日本人他们在台湾的教育有关系的 因为日本人在台湾他要台大的师生要到东南亚去 所以勿望南洋 所以在台大就建了这个耶铃大道 那当时在台大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所 比如说是毒蛇研究所 那个就是要帮助这个日本人到东南亚去的时候 不要被这些毒蛇给咬了以后就就就 就没有办法回来 对所以那个毒蛇研究所是当时很有名的研究所 然后日本人在台大 比如说他改良台湾的彭莱米 然后那个时候也其实也是奠定了我们现在台湾好吃 彭莱米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研究的成果 对啊 所以我们说那个大家去日本不要以为只有药妆店 其实日本跟台湾的产业经济关系上面非常的深厚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看到台积电这熊本厂 他把这个原来他们只能做看到原来他要把它技术推到6奈米 甚至更多的应用在汽车产业 这个部分我真的要特别讲慢一点 就是汽车产业这一块算是一个 整个日本整个半导体复兴当中的一个很大的重点 所以老师您怎么看 其实日本在1980年代车子进入美国之后 几乎把美国的三大车厂都给打趴了 那日本的汽车其实一直到现在 也都在国际上是属于这个龙头的这个地位 但是呢现在到了电动车的时代 其实日本这方面的表现那就受限于晶片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或许知道 传统的油车 一台油车可能只有一百多片的晶片 可是你到电动车的时代呢 那一台车可能就是要上千个晶片 甚至未来的自驾车 那听说至少要5000个晶片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汽车产业尤其是未来的汽车产业 需要大量的晶片 所以台积电到雄本去设厂 其实这个就可以帮助日本汽车产业 未来的一个发展 对啊 而且我们也看到它可以同时结合软体 就是我们现在看深层式AI 这些部分它也可以放在它的整个 就是软硬这个两个部分 同时在我们整个产业上面 那老师也写过很多次文章 就是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公安时报名家评论上面 有非常多我们林建福老师写的文章 那老师就是因为他在 这个台大经济系很久 他老师做了非常多的学术研究 我们就希望他现在在 整个产业界的看到一个 就近观察这个心得啊 就特别的特别的珍贵 所以我们就说 大家不只要听我们的 这个我们的podcast 对不对 回来头看回头看一下我们的 这个老师的文章里面 写到很多AI啊 写到非常多的 最近是写到Solars啊这些 事实上这个日本 他们本身也跟进的很紧密 对的 其实我对产业原来不是那么了解 你知道我的背景原来是做计量的 那在回来台大以后 也做了很多政策研究 我对产业的熟悉 是我到了台经院 那台经院是台湾 研究产业最深入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到那边其实学了很多的 这方面的武功 对啊台经院又跟日本又特别有关系 对不对 老师您记得吧 对 那我们还记得那时候台经 我跑台经院非常久 还有日本研究中心 是的 对所以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我们真的不是日本 现在突然变成我们大家喜欢的 买股票 或是去日本看樱花 事实上我们真的可以深入了解 尤其是我们有很多听众 对于产业经济是有兴趣的 而且而不是只有单纯的看股价 我们觉得从全球市场来理解 一个市场对我们这么紧密 这么近 而且我们的产业关系 就是有一个 我们叫这个验行理论 一个很重要的国家 是的 这个验行理论基本上当年 就是日本他们等于是先行 所以他带动后面的燕子 那他们产业升级以后 那台湾接着做 然后台湾产业升级以后 让后面就是东南亚 让大陆去做 所以就像爬楼梯一样 然后整个验行是有规律 有这个队伍的 不过我特别也强调一下 就是说今天我们台积电的 这个制作制程 在国际上是执牛 是最好的 很多人会担心说 那台积电到日本去 那日本人会不会把台积电的功夫 都给学走了 那未来台湾的护国神山就不见了 不会吧老师 是的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台积电的管理 他的这个制程的过程呢 他其实是有一套非常严谨的 这个保密的这个功夫 所以过去中国大陆 其实他们也想学台积电 那也挖了很多的工程师去 可是你会发现说台积电的功夫 其实并没有被学走 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 我是觉得台积电的这一方面 我们是不用担心的 所以听众可以大家了解 我们知道台积电现在是我们台股很重要的 真的是支撑了所有台股的整个动态 那我们也不要忘记 他基本上在台湾 他是一种扩散性 帮我们的价值跟日本之间的产业的 他原来的产业里面的技术 跟材料的部分能够很紧密的结合 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给大家 给大家一个比较深沉的思考 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看的都是一个 很简单的股价 个股 事实上你不太知道你买的安不安心 你懂不懂这个市场 所以今天节目其实就要跟大家讲 今天日本真的不是30年前的日本 或是这30年来日本 它真的不一样 大家最近要详佳了解日本的经济 第二个部分 日本的高科技业这个部分 跟台湾的部分 事实上它是在互相补充 老师跟大家提醒 不会因为这样台积电就舍弃台湾 因为台湾的市场还是很重要的 这是一个我们成为供应链的过程 第三个部分 日本的科技类股 这个认识 这些个股的认识 其实它都有台湾的技术含量在里面 这个含金量的部分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 最后当然就是我们看到 日本央行把负利率解决了 这是我们叫终结的负利率 这个影响的层面 不会只有一两天 它可能整个市场会在第二季 它就开始重新去配置 所有在日本资产的部分 那外资重新会看日本的市场 那市场上 事实上它的反应 让我们觉得有一点慢 所以我们又想要观察 老师您觉得 这样如果真的要紧密的观察 应该要观察什么 未来我们要看的就是 日本市场的表现 它过去的这个负利率 它基本上不是现在大家常用的 隔夜财款利率的概念 所以现在就变成是一个 隔夜财款利率的概念 所以等于是每天市场就会有更多的这个反应的讯息 不过你知道为什么日本要做这样的货币政策调整吗 我倒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就是 日本其实这几年来 这几个月来的通膨 它基本上已经是摆脱了通缩 因为我们看到它的这几个月的平均 大概都有到2以上 那在这种情之下 日本其实就有这个压力 要把通膨能够压到2以内 当然不会再像以前的低于0的这种通缩的状况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日元其实过去在国际上都是蛮弱的 那日本的家庭祖父有一个很有名的投资行为 就叫做利差交易 那就是大家常常在讲的渡边太太的投资 那为什么叫渡边太太呢 因为她渡边是日本常见的一个姓氏 那这个姓氏呢 泛指这个一般大众 所以渡边太太的利差交易就是借日元 然后去投资这个比较高利率的地方 甚至早年就是投资像南非币 或者说其他这个利率比较高的 但是近年美元的利率已经升息了 升了到5.5这个高利率的状况 所以很多这个渡边太太就去投资美元 所以就让日本跟美元的这个价差也越拉越大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看到说日本的央行的确也有升息的压力 就是转为正的这个压力 那未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当日本央行的政策改变 那么行为就会跟着改变 那渡边太太的这个利差交易的回补 那未来要还日元 那这个也就会让日元的价位会升高 所以我们可以一个紧密的指标观察 就是未来日元的走势会值得大家去注意 对啊这就是本来呢 我们要录之前就跟老师说 老师你可以估一下日元怎么走 老师说这太危险太危险了 真的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做 因为真的要紧密的看 第二个呢渡边太太简单说 就是我们的菜篮主嘛 对不对 对就是说其实他们很聪明 他们在做很多这个我们的利差交易 所以后面就看这个 这个渡边太太们是不是把资金回补啊 这又是另外一个 这就有点像我们台库里面 这个融资回补的时候 那个力量就出来 所以大家就要所谓的紧密观察 老师就跟大家解释 就是说我们真的要看这个资金的流向 我们要看这个日元的汇率 它的变动 那这个东西都不是一天两天随便瞎猜 我们也不看水晶球嘛 对不对 所以就要跟大家讲 这个今天就很清楚 我们看到日本央行 他已经做了一些新的决策 那这个决策最大的来源 就是因为日本摆拨的通缩 那这个部分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共同时报最近也是在 有都是在这个礼拜 我们做了一个专题 就是日本的春斗 那大家如果不了解的话 真的要仔细的看文字 说春斗呢 就是大企业加薪嘛 对加薪它就是因为 它不用再通缩了 所以这个对大家来说 就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上 我们说的这个推进的力量 对不对 是的 好 所以呢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 很多的细节的部分 大家都要持续的看 我们的官方时报 然后也欢迎重复的听 我们整个市场观测站的内容 那我们非常谢谢老师 今天来跟我们分享 日本的现在最新的状况 老师 最后有没有要跟大家提醒 跟日本市场有关的 其实日本的文化 还有日本的风景 这是台湾人最喜欢的 所以你看到台日航线 其实在国际上是一条非常赚钱的航线 那很多台湾人也都是拼命的到日本去旅游 只要有假的话 那在这个部分 我是建议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那未来再到日本去的时候 其实可以更深入的体验他们的文化 还有这个他们做事情的态度 因为日本人他们做事一丝不苟 然后他们的干净整洁程度 这个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所以真的给大家带 听完这一集 这个收获满满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下个礼拜 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市场观测站 老师那我们跟听众拜拜咯 拜拜 拜拜 拜拜